大家好,我是XG 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 即使是不会踢球的男生也会看球 很多女生就算不懂足球也会最球性 像是西罗,贝克汉和卡卡 虽然他们跟梅西还有尼玛 究竟哪个在球技方面才是最好的球王还有待上去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球王 绝对比他们都要厉害 他是不会踢球的球王 在26年的职业足球生涯里面 他零进球,零贡献 促长次数也只有30多次 但是却加盟过很多巴西的知名球会 甚至还去过阿根廷,法国和美国踢球 那到底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今天的主角原名是卡路士,宣利基,拉波索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叫他做凯撒 因为他说很多人都觉得他跟有足球皇帝之称的 德国后卫贝肯鲍尔长得非常像 1963年凯撒在巴西的贫民库出生 在当时的巴西想要摆脱贫穷的话 最快的方法就是加入黑社会 或者成为职业的足球选手 而凯撒选择了后者 所以他在10岁的时候 就已经加入了巴西四大球会之二的 伯塔佛哥和佛朗明哥的清训部接受训练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 虽然1米84的凯撒外形很像足球员 但是不管他怎么训练,球技还是很烂 凯撒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正常来说这个时候 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放弃足球走别的路 但是凯撒决定用他的小聪明继续混下去 怎么混呢? 1979年的某一天 当时16岁的凯撒收到消息 会有球探来看训练 刚好那一天的训练集中在体能而不是球技 所以凯撒表现的特别积极 结果还真的被墨西哥球队 普爱布拉的球探看中 不过去了墨西哥几个月之后 凯撒就回巴西了 虽然事后凯撒强调是他自己不适应 墨西哥的生活和饮食而主动离开 但事实是因为球会 很快就发现原来凯撒根本就不会踢球 于是几个月之后就把他送回去巴西了 不过因为当时资讯并不流通 只要凯撒自己不说 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原来他是被嫌弃的 回到巴西之后 他开始巴结一些有名的球员 包括卡洛斯、阿尔贝托 列卡杜、洛查 雷纳托、郭桥 还有贝贝托 全部都是巴西球团非常有名 甚至帮巴西拿过世界杯冠军的果角 那凯撒跟他们说自己也是职业足球员 还是说自己受邀去过墨西哥的球会踢球等等 那虽然凯撒的球技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口技是真的厉害 很快就跟这些果角成了好朋友 这些巴西果角也很有益气 每次转会的时候 他们都会顺便跟教练推荐凯撒 让他一起加入 当然凯撒的手段还不止这些 他还会买通记者替他写假新闻 像是其中一篇就说凯撒在墨西哥的时候 他被邀请加入墨西哥国籍 代表国家队出赛 那正常球员加入球会之后 会想尽办法表现自己 但是凯撒却是千方百计 让自己不碰球 因为只要他的腿一碰球就会露线了 所以通常加入球会之后 他都第一时间跟教练说 自己现在状态不好 需要一个月独自提升状态的时间 然后就一个人在球场上 非常认真的跑圈 那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假装受伤了 有时候凯撒会跑着跑着 就突然倒地 说自己的膝盖或者大腿受伤 也有时候会拜托 甚至付钱给队友 让他们暴力一点抢自己的球 再假装被弄伤 他还试过拜托自己的一个牙医朋友 开诊断书 证明凯撒因为牙齿有问题 进而影响了大腿 那因为当时核磁共振的技术还没有流行 即使是队一 也分辨不了凯撒 到底是真伤还是假伤 所以这一招真的是万事万灵的 那除了假装受伤以外 凯撒还有很多花招 像是因为奶奶离世要去葬礼 而无法参赛的借口他至少用了三次 球在右边的时候他就跑到左边 球在左边的时候他就跑到右边 尽量让自己的脚步碰球 跟球会签约的时候合约尽量的短 在窗帮前就转到其他球会等等 那不过让我觉得最扯的是 1986年凯撒加入法国的一支球队的时候 球队特别安排了开放练习 给球迷欣赏刚加入的凯撒 凯撒集中身智 把球当成是礼物 把所有的球踢给在观众席上的球迷 拿到球的球迷也没想过要还 结果当天就因为没有球 而被逼变成体能训练 那虽然凯撒平常没在训练 但他也没有闲着 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和更容易转会 除了刚才说的 让记者替自己写假新闻以外 他平常还会请小朋友吃零食或者给钱 然后让他们在观众席上大喊自己的名字 和找自己签名 而平常他还会拿着大哥大手机 用英语假装在跟国外的球队联络 然后跟不懂英语的队友说 连巴塞隆纳也考虑跟他签约 直到有一次 球队里的队一原来精通英语 才发现原来凯撒根本在胡说八道 而且就连手机本身也被队友发现 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那不只是假装受伤 凯撒还会假装是他的好朋友 兼巴西国脚之一的雷纳托国桥 凯撒不只在外表上模仿雷纳托 他还会跟女生说自己就是雷纳托 把雷纳托的入囚事迹说成是自己 然后更崇拜他的五只少女激烈的恋爱 那有一次凯撒假冒雷纳托进了一家夜店 结果刚好之后 真的雷纳托也去了同一家的夜店 真的雷纳托还被门外的保安 以为他是假冒的 结果当凯撒见到真雷纳托的时候 他还马上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 而且很多人经常跟雷纳托的妻子打小报告 说雷纳托在夜店跟其他女生在一起 其实全部都是凯撒而已 那不过即使是这样 雷纳托并不讨厌凯撒 还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雷纳托形容凯撒是没踢过球的伟大球员 那其实凯撒的队友都知道凯撒是装的 那为什么他们不接创凯撒呢 因为凯撒非常有个人魅力 而且他也很有义气 有一次凯撒的队友在夜店跟别人打架 凯撒还为队友出头顶缀 那不过更重要的是 凯撒会给队友安排各种福利 除了平常带队友去夜店和美女一起恋爱以外 因为球队为了避免球员在比赛前泄了争气 所以都禁止球员在比赛前的晚上离开酒店 但是凯撒会提前安排一整侧的美女 坐在球员的楼下 等晚上的时候 球员都各自走到美女的房间谈性聊天 那这一招虽然很下流 但是非常有效 对于喜欢谈恋爱的队友来说 凯撒简直就是上帝 所以每一次当球会想炒凯撒鱿鱼的时候 这些裹脚队友都会替凯撒求情 不过聪明如凯撒也有差点叽叽的时候 1988年 凯撒加入了一个名为班古的球会 班古作为球会本身并不算十分有名 但是班古的金主卡斯托却非常的厉害 卡斯托靠着金银非法采权起家 说他是巴西暴龙也绝对不为过 在北海喝醉酒骗车 撞死人家在我暴龙的毒 一点事都没有 根据资料所说 卡斯托在巴西是真的这么猛 那班古的球员也非常怕卡斯托 有一次有个球员说他腿受伤 不能参加比赛 卡斯托就走到那个球员面前 在他的旁边开了一枪 吓到那个球员马上跳起来继续练习 还有一次更夸张的是 卡斯托在比赛的时候 不符判定和裁判理论 裁判不知道是太害怕还是怎么样 突然跑了起来 卡斯托就在球墙上一直追着裁判 还被拍到他腰间疑似有手枪的物体 虽然不知道是正报导 还是凯撒安排的假新闻 凯撒加入班古的消息出来之后 还有报纸报导说 王者降临班古 那面对这个人见人怕的巴西教父 凯撒不止没有害怕 而且卡斯托也非常喜欢凯撒 总是让凯撒到他的房间里 有说有笑 每次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就安排凯撒接受访问 那不过感情再好 还是改变不了凯撒一直受伤的事实 于是卡斯托计划要逼他出场比赛 他先脸孔带骗的 让凯撒当一次比赛的后辈 还答应凯撒一定不会让他上场 但是当比赛落后2比0的时候 卡斯托通知教练 让凯撒暖身准备上场 那凯撒当下就晃了 而刚好就在那个时候 他发现敌对的球迷一直在骂卡斯托 凯撒毫不犹豫地翻过围栏 走到观众席上直接开扁 虽然凯撒他没用扳手和锤子 但是他不止被罚红牌出场 还被禁赛 不过也总算达到了 不用上场的目的了 那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 虽然凯撒不用上场 但是彻底记录了卡斯托 中场休息的时候 卡斯托气冲冲地走到休息室 打算找凯撒算账 不过卡斯托还没开口 凯撒就已经抢着说 我实在受不了那些球迷骂你 上帝带走了我的亲生父亲 但是他又把你赐了给我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再生父亲 你知道吗 但是那些球迷竟然骂你做贼 你知道吗 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你知道吗 那如果凯撒会中文的话 我肯定他还会说 那卡斯托听完这段肉麻的说辞之后 不止没有跟凯撒算账 还跟凯撒续约一年 把他的工资翻倍 凯撒简直就是巴西版的伪小宝了 那之后传闻凯撒还加入过沙地阿拉伯 阿根廷 美国 法国 甚至是日本的球会 那为什么说是传闻呢 因为有些凯撒说他自己加入过的球会 根本就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凯撒加入过他们 所以根本没法考究哪边的说法是真的 就好像他自称 因为长得很像足球皇帝而被叫做凯撒 但根据他朋友的说法 其实是因为他以前胖得像凯撒啤酒的玻璃瓶一样 所以才被叫凯撒 那可能连他自己也分不清 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的了 那凯撒的职业足球生涯 一直到2004年才结束 他现在是一名专为女性服务的健身教练 在他26年职业生涯里面 凯撒没试过踢满一场的正式比赛 也没试过踢进一球 但是却在20支球队里面带过 那相信这个记录应该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那对于他自己伟大的成就 凯撒的感想是 球会总是玩弄球员 总得有人让他们尝点苦头 我带过的球会总会庆祝两次 一次是我加入的时候 一次是我离开的时候 而我做完这支影片 对凯撒的感想是 好了 我是XG 我们下次见 By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